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吼的字號是人 然後這集我就要為各位觀眾朋友這個講解 是說今天晚上這個最後一集 那這集我就要來跟大家談到一個東西 就是大家也說說 關於說我們人為什麼要不斷精進修行時間 這集我要來跟大家討論 我們要怎麼樣才不斷精進修行時間走到這樣子 這個晚上能夠真是不睡覺一個真理 那我就來跟大家講解我們要如何精進修行呢 那我說這集我就來舉例來講解 我就說精進修行沒有這麼的困難 很簡單就能夠達到這樣子 那這個例如來講大家也知道說 關於這個中國一個解放軍 那大家知道說關於這個中國的解放軍 他們晚上都不睡覺的 因為他們要當兵 他們當兵就是要被操這樣子 大家也知道說這個什麼 就是台海軍演什麼力艦行動 什麼台海軍演這樣子 他們中國的力艦行動台海軍演 晚上不睡覺 都凌晨都這個進行 你以為這個阿兵哥白天白天在睡覺 那沒有 那都是一整天 至少到24小時 就當兵的話 你至少要訓練到說 至少要一整天24小時都不能夠睡覺 那晚上還要站崗這樣子 那年有連一般的阿兵哥 連一般的世俗的人們 都能夠撐過一整天24小時 甚至是48小時都能夠不睡覺 那我說 當我們在專業 在真正的修飲時間的時候 那我們憑什麼說晚上要去睡覺呢 我就說其實我們修行的時候 就盡量讓自己晚上24小時都不要睡覺 就說我們要去這樣培育我的內心 就說我們要經過訓練 我說我們內心 我們的頭腦智慧 都要去訓練才能夠去培育起來 就說我們修飲時間 就是要培養定力 那怎麼樣培養定力 大家也知道說 就拿我們陽明切來舉例 就說大家說 我們陽明切就是指示團 我們有時候晚上凌晨的時候 就說白天已經剪接完影片 我們可能要在白天的時候工作什麼的 那白天工作完之後 晚上要出任務 要到外面去 像當阿兵哥夜跑一樣 像立劍行動一樣 就說我們晚上整個凌晨 一直到清晨天亮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在外面 跑步 就是一直在跑來跑去 因為大家也知道是我們這個攝影 到外面做拍攝 就是一直跑 一直跑 都不能停下來休息 那我就是個同樣的道理 當我們在內心 就說 當你們 如果說在家裡的話 很難去精進修行 為什麼說釋迦彌尼佛 要開公司 或是個希拉姆尼佛 建立一個爭團在野外 那我說其實建立爭團在野外 其實跟在家裡面 這個修行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你在外面的話 就不會想睡覺 你一個人 你覺得你一個人在外面暗暗的 然後在馬路上 你敢睡覺嗎 當然不敢 你的內心就會有警覺心 那這樣的話 自然的話 就是連想睡覺的感覺 都不敢用 就像說有人當兵 有的人當兵 你會想睡覺嗎 不會 因為全部的人都在訓練 你怎麼可能會有想睡覺的感覺 就算要睡也沒想睡 就是說到死都不能睡 所以我們就要有這樣一個 到死都不能睡一個決心 那如果說一般的人 沒有經過訓練 沒有經過拳擊中呼吸等等 那你在家裡面修行 我跟你講你也是白修 一輩子白修 因為我們修行時間就是要抄 像這個軍隊一樣被抄過 這樣的話 才能夠真正的成功去習慣 這樣不睡覺的環境 這樣的話 我們一直從體力上去調整 才能夠真正的改變我們的定力 那我們這個心慢慢去這樣想 然後去這樣去行動 然後去這樣去培育的話 那我們就不會沉迷在晚上睡覺的夢魘裡面 大家也說我們晚上睡覺 晚上睡覺會做噩夢什麼的 就有很多奇怪怪的東西 就在說 為什麼說我們晚上都不會做夢 因為我說做夢是一種業障 所以說我們晚上就是要好好修行的話 才不會產生業障 才能夠繼續保持這樣一個定力 直到天亮都不會累 因為當你認清了事實 就像當兵一樣 當兵 你累的時候就倒地嗎 不可能嗎 除非你快死了才不得已倒地 不然你一定會這個心 會有這個警覺心 台灣的意思 我們修行時間也是要一樣 提心吊膽 不能讓自己想要睡覺 讓自己想要睡覺 就趕快用去洗臉 洗頭這樣子 讓自己絕對在清醒的狀態下 讓你的頭腦在清醒的狀態下 保持覺知 保持清醒 就像我現在晚上不睡覺 然後拍影片 跟各位觀眾朋友的講解 那我還是聽得懂 我自己在講什麼 不會說什麼 那我清醒 但是腦袋是混亂的 就是說要讓腦袋保持在這個定力 還有這個智慧裡面都有在 那請記得在這邊 請各位觀眾朋友 趕緊幫我訂閱按讚 跟分享 大家掰掰